6月28号,曾带领北京首钢南篮三四捧起CBA总冠军奖杯的知名外援 1996黄金一代代表球员斯蒂芬·马布里在北京举行旅新见面会 以北控俱乐部紫金勇士队主教练身份亮相现场 谈及自己旅新目标 马布里表示自己将以总冠军球队应有的表现、训练和场上的技战术来要求球队 旅新见面会上,马布里身着一袭深蓝西装,还穿上了十分显眼的红袜子 他笑称,因为红袜子意味着好运 他坦言,自己和北控的感情很深,很感激能直叫北控南篮 马布里在受访时表示,刚接到任教邀请时,他还有些犹豫 因不知自己是否做好准备 但从传出消息到正式宣布出任主帅的一个多月里 马布里已渐渐适应了这一新角色 他甚至已将北控南篮的教练组定型 邀请自己初登陆CBA时,加盟佛山队时的队友赵永刚任中方助理教练 亨福利任首席助教 并将其效力首钢期间的体能教练瑞恩带来球队 马布里还向球员们寄予,希望所有人都倾尽全力 在平时就做到总冠军英勇的表现,训练,合计战术 2018-19赛季,北控南篮46场比赛只应该8场,排名垫底 不过也因此获得新赛季使用3万元的权利 当被问及新赛季若与老东家首钢男篮相遇将做何打算? 马布里自信地表示,赢下比赛就好